3月9号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议案组组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员会主任郭振华在北京介绍 截至3月8号12时 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298件 截至3月9号 共收到代表建议7000余件 根据大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 大会秘书处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898件 今年的代表议案也去年在数量上略有上升 在质量上进一步提高 今年代表提出的议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达到292件 涉及到法律体系7个法律部门的163个立法项目 记者在议案组建议小组办公区看到 现场工作人员分成多个小组 分类处理代表建议 郭振华介绍 经过初步的数理分析 今年代表提出的议案主要有坚持以高质量立法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仅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点任务 后置议案的民意基础 代表议案的针对性进一步增强4个特点 代表们广泛关注推进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制生产力 这方面的代表议案达到了81件 177件代表议案设计的立法项目 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86件代表议案设计的立法项目 以及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的立法计划 代表们发展全国成人民民主 密切联系人民群政 通过视察调研等多种方式 问习于民 问济于民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表议案 占到了代表议案整数的70%以上 超过半数以上的代表议案都有法律文本 这位今后代表进一步的参与立法工作 发挥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 跌断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据了解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把审议代表议案同加强同代表的联系 支持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结合起来 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沟通联系 深入调查研究 扩大代表对立法工作的参与 把代表反映的名义诉求 体现到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之中 按照全国人大组织法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大会秘书处正在抓紧 对代表提出的议案 进行逐一的认真的研究 将提出处理意义的报告 向大会主席团报告 交付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议 在今年年内 全国人大的有关专门委员会 将向常委会报告 审议代表提出议案的结果 并且印发明年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